也谢谢大家都在这里 哇 听到大家一起在掌声 我想是掌声不断的在这一整天 也谢谢各位如果在线上参加的话 我们这一系列都在讲耶稣告诉我们的故事 那今天要看的是更大的这个仓房 更大的古仓 那你记得Power and Clay它是往旁边丢 所以这些故事呢是很大的 那是很可怕的 不断的挑战我们去思考它的意思是什么 那今天我们要看到就是耶稣 讲一个更大的古仓的一个故事 在路加福音12章 众人中13节开始 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弟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断食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然后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富 他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那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的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基财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这是神给我们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神啊 当我们读这段经文 求你的圣灵 打开我们的心和灵 让我们可以了解耶稣所说的这个故事 让我们能够有不一样的想法 让我们能够看见里面的真理 主啊 愿意来挑战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更靠近你 更靠近彼此 使我们应证你的话语 得到更多的祝福 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Amen 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的生命有一段时间 我很喜欢坐飞机 我小时候很喜欢坐飞机 那如果我爸妈跟我讲 说我们要去旅行的话 前一晚我就很难睡 我迫不及待的想要上天空 然后呢 我喜欢飞在天上 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的神奇 那今天我仍然很喜欢飞行 但是呢 有一段时间 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我真的是很害怕飞 我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记得呢 这就是在我第一个小孩出生之后呢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就很害怕 每次要订飞机的时候 那当我每次到这个登机口的时候 那因为某些原因 我一定得飞啊 那我记得我的手心都会出汗 那我登机之后呢 就会坐在这个座位上 我都坐这个经济舱嘛 那我就坐在这个座位上呢 然后我就用主导文祷告 然后呢 这个飞机要起飞的时候呢 我就会抓着前面的椅子 然后往前请 因为我不想要把我所有的重量都往后靠在这个椅背上 我想说我都重量太重 这个飞机就会掉下去了 那我知道呢 这个想法是很荒谬的 因为 我想说不要把我全部的重量都放在椅子后面 因为我的全部的重量早就在飞机上了 所以这很蠢的 这很荒谬的想法 所以我很快就想到了 在我生命中的这两年 其实这是信靠的问题 我不知道怎么信靠 我甚至说不定在那个时候根本不信靠神 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也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信靠神吗 还是说你们在飞的时候 你们也不敢靠在椅背上 而是往前请 还是说你们 愿意 或敢靠在椅背上 信靠神会带领你这人生的旅程呢 大概在一个礼拜前 这个Kevin Bowman 在我们的All Church Camp里面 分享了一个信息 非常的深刻 我记得Kevin他就讲到 如果你去看这个宇宙 其实是充满了混乱 充满了危险 但是呢 地球上却存在着生命 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的这个创造主 让我们看到即使这个宇宙非常的混乱 但是我们存在的这个事实 却说明了有一个力量在创造着我们 扶持着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往前坐 担心 乘坐这架飞机 这段人生的旅程会从天上掉下来 或者是我们可以往后靠在座位上 把全部的重量放在 驾驶我们飞机的飞行员身上 神是可以信靠的 神创造我们 神会扶持我们 这是一个挑战 有时候我们 我们说出来 但我们不一定活得出来 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往后靠 相信神会带领我们呢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问题就在于这个信靠 那事实上他让我们想到 我们是信靠什么人 还是什么事物呢 耶稣警告我们不要信靠自己的能力 而是要信靠神 耶稣说这个更大的古仓的比喻 有三个原因 你们都已经知道 我每当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相信上下文是很重要的 每当耶稣讲到教导或讲故事的时候 总会有一些事情 促使他去做他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去看前后文 来去了解我们所读到的文字背后的这个含义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经文里面呢 总共有三个原因 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 那在路加福音12章第一节里面 他就讲到说 这时候有几万人聚集 甚至彼此践踏 耶稣就是在这个时候 讲这个比喻的 所以第一个原因 有数万人来看耶稣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摇滚巨星一样 大家甚至是互相的践踏 我想耶稣会觉得很沮丧 为什么这么疯狂呢 他可以看到他们的恐惧 看到他们缺乏信心 每一个人都想要努力超越到另外一个人 他们互相的抓 互相的推挤 大家都想要靠近他 那你可以感受到人群很愤怒 因为他们都想要成为到达耶稣身边的人 所以耶稣就变得很沮丧 人到底怎么了 人类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要这么疯狂 为什么弟兄姐妹们要互相的争斗呢 我可以感受到耶稣的悲伤 当他看到这几万人推挤 他们这么的贪心 他们是为了生存而挣扎 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比喻的第一个原因 那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比喻的第二个原因 是当他看到这个推挤 大家很疯狂想要靠近他的时候 耶稣对法利塞人和宗教领袖非常的生气 他一开始就说 跟这个先对门徒说 在这边讲到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法利塞人的笑 就是假冒为善 所以耶稣去指责这些宗教领袖 造成人们的恐惧跟疯狂 他们应该要告诉这些人 神很爱他们 神会照顾他们 但是他们没有 法利塞人和其他宗教领袖 实际上跟这些人 讲说你看你们很穷 所以你们没有被神所爱 你们不重要 但是我们不是 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第二个原因 因为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之后 他这么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还要顾虑其他的事呢 你们想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他也不劳苦也不反省 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他所穿戴还不如这一朵花 你们这小心的人 野地里的草金链还在明天就丢到炉子里了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 喝什么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都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所以我们知道 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更大的仓房的故事 是因为他看到人群的疯狂 他们不知道可以信靠神 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看到 有一个人挤到人群的前面去见耶稣 然后他说 我们来看第十二节 你们看 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 和我分开家业 这并不是一个奇怪的要求 事实上呢 这是在第一个世纪拉比所做的 拉比会解决争端 他们是第三方是法官 帮助村里的人过日子 所以这要求并不奇怪 他就想要这个拉比 会为我解决未来的财务问题 但是耶稣回答说不 我很喜欢耶稣 实际上他说不 因为耶稣让我们知道 在我们生命当中 有些事情我们得要说不 耶稣知道他的使命 他的目标 他也很专注 他不希望被其他的事情分心 有多少时候在你的生命当中 说了太多的yes 占用你的时间 而其实你应该说no呢 这些都是让你分心的事 顺带一提哦 我说这个其实是对我自己说的 因为我很常说yes 所以对事情说不的能力 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健康的工具 但这需要再另外找时间再讲一篇道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我所讲的 我们来看看这伟大拉比他的回应 耶稣说 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断食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 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加道丰富 这三件事情就是耶稣给我们讲这个比喻的原因 所以在我们进入到这个比喻之前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讲很清楚 在一开始耶稣在比喻里面讲到说 有一个这个财主 田产丰盛 然后他开始就讲了 神做了什么 神创造田产 神创造土地 神祝福土地 我们要把焦点先放在神的供应上面 但是这个人在这之后 他说什么呢 我们注意他的态度 他就说 啊我该怎么办呢 我没有地方存我的庄稼 好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盖 另外一个更大的 我会把多余的这个粮食收藏 讲起来我会对我自己说 你有许多财务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地吃和快乐吧 有没有听到 我想耶稣可能是这样子说的 不断地去强调调调我 我我我我我我我 六个句子里面 这个人说六次的我 所以神说 无知的人呐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好丢脸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你都没想到其他人 多浪费 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并没有暗示什么经济学 也没有暗示对富人或穷人的判断 耶稣在暗示群众的疯狂 宗教领袖的罪 继承家业的人 他目光短浅的问题 也就是没有人信靠神 每个人都信靠他们自己 你信靠神吗 你知道神会供应你吗 你是很有价值的 你的天父会看顾你 所以要抬头仰望 抬头仰望 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 一个伟大的学者 学家Walter Bergman 他关于罪汉信仰的教导 他很清楚地说到 我知道这个几个月 几个月前我讲到了 这个富足和缺乏 但Walter Bergman 他说 罪 在圣经中的每一个罪 以及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罪 都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个谎言 我不能相信神会照顾我 所以我得要照顾我自己 那另外一方面 Bergman他就说 信心就是相信 我可以信靠神 神为我预备了美好的食物 事物 神也会照顾我 在圣经里面的每一个罪都是一样 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罪都是一样 我们看看这个创世纪里面的第一个罪 蛇来到亚当和夏娃娃的面前 低声细语地对他们说 神一定对你们有所隐瞒 神没有给你们所有的一切 当你吃了这个果子的时候 你就会变得像神一样 你就拥有一切了 这是个谎言 因为我们发现 神从来不会保留 任何的一切 不给我们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就写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如果神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 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呢 谁告诉你 神会有所保留 谁说的 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历史 这个地球令人惊奇地存在 维持的生命 尽管这个宇宙都充满混乱 充满毁灭 但是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历史 就是一步不相信 神会提供一切的历史 然后耶稣来了 你可以信靠神 神会照顾你 希伯来人在埃及的时候 他们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奢华的中心 可是呢 他们却被奴役了 这个人造的王国奴役了他们 我们都被人造的系统所奴役 我们去奴役其他人 因为我们疯狂地以为 这个世界上的资源是刚刚好的 而且只有少数人可以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 这个态度宣告了什么 关于丰盛的神呢 当我们认为在别人得到他们的东西之前 我要顾好我自己的东西 这是有罪的 这也是世界的历史 但是这不是神的方式 我们的世界是破碎的 而人造的系统总是在奴役着人 可是希伯来人却得自由了 这个就是圣经的故事 当他们从这个世界的奢华的中心 却被奴役的地方 被带到一个旷野 一个沙漠 一无所有的时候 神却 供应他们一切 神从天上赐给他们食物 神保守他们的衣服 在这四十年不被磨损 神让他们的凉鞋 即使每一天都可以说走在沙纸上 也不磨破 而当他们厌倦了吃天上的玛纳的时候 神给他们安全 超过他们所能承受的 为什么 是因为神的渴望 是要使他们得释放 把他们从这个奢华土地当中 奴役他们的奢华土地当中 带领他们进入神所供应的流奶与蜜之地 但是问题是他们信靠神吗 他们不信靠神 所以他们待在这个旷野 他们没有进到流奶与蜜之地 因为他们缺乏信心 他们不信靠神 那我们呢 所以耶稣用这些话来结束这个比喻 凡为自己基财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富足的也是这样 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在神面前富足是什么意思 曾经有人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很重要 他也改变了我的生命 我的朋友跟我讲说 当我们想到奉献给神的时候 常常会问说 我应该要奉献多少给神 这是很好的问题不是吗 但是更好的问题 他说 应该是我需要为自己保留多少 我需要多少 所以我们换个方向看 换个方向去想 我们需要多少 当我们去见神的那一天 我们会在这个地上留下多少东西 或者更好的说 什么会在我们死后被浪费掉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用呢 使徒保罗回答了 在神面前富足是什么意思的 他对以福所的这个年轻牧师提摩泰说 他在提摩泰前书这样写道 你要嘱咐那些亲世富足的人 不要自高 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 只要倚靠那厚次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 在好事上富足 甘心施舍 乐意供给人 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 预备将来 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这是什么呢 神赐福给我们 我们可以享受 我们要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 而不是积存起来 不是盖更大的仓房 把它囤起来 让他们烂掉 那如果我们用神所给我们的仓房 当我们给出去的越多 神就会供应的更多 我们不需要盖更大的仓房 而是要用我们所拥有的 我非常地富足 我太太不这么觉得 但我非常地富足 而各位 你是富足的 如果你怀疑自己富不富足 请想一下 所罗门王 拥有所有的财富 却从来没有室内的管线 所罗门王从来没有冰箱 他从来没有一辆车 他从来没有坐过飞机 可以绕半个地球 不用一天的时间就绕半个地球 可是你和我 非常地富足 今天我们所拥有的 比这个地球上曾经生活过的 任何的国王和王后都还要富有 而这是好事 是值得享受的 同时也是令人恐惧的 是我们必须反思的 我们要怎么样处理我们所拥有的呢 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受到启发 要为了别人的利益而奉献给神 我们的给予 以用具体的形式展现出什么是我们最爱的 我们自己的舒适和安全 还是有迫切需要的人类同胞呢 也展现出来我们最信靠的是 什么事物还是什么人呢 就像C.S. Lewis 所说的 我们对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的给予和照顾 似乎在最终审判的时候 就是一切事情的转折点 我们不需要盖更大的仓房 而是利用仓房里面的东西 Amen 不要盖更大的仓房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不要浪费 当我们给予的时候 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 我们在神面前就变得富有 更大的仓房 充满了 装满了废物 都会烂掉的 我们要在仓房面前说 神啊 我相信你 我信靠你 把这些给贫穷的人 因为他们 必须知道 他们必须知道 神爱他们 这个是给其他人的 好让我们可以 打断 罪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个循环 神非常讨厌奴役 这个世界里面的奴役 比人类历史中 所有的奴役更多 这是令人伤心的 而我们要怎么打破这个循环呢 去给予 去释放 别人的生命 让耶稣透过我们 做工 好让所有的人 都可以得释放 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你在神面前付足吗 当我今天要结束的时候 我要鼓励你和我 在这个我们现在 所坐的这部飞机当中 要放手 往后靠 感恩我们所拥有的 并且给予 给予 神会确保你的仓房是满的 你不需要更大的仓房 我也不需要 有一天 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 我们可以说 主啊 这个生活不在于 盖更大的仓房 不在于我 而是 无论我的仓房大小多少 一切 都为了你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耶稣 你教导更大的仓房的故事 而让我也觉得很沮丧 或许我们都很沮丧 挑战我们要体认到 所有的事情都从你而来 也会回到你 那里 而我们所拥有的 我们怎么做 我们要如何爱人 爱弟兄姐妹 要如何爱你 爱神 我们是管家 有一天 当我们站在你面前 听到 你说 做得好 这个是我们想听到的 我们是你的好管家 我们信靠你在每一步上面 圣灵啊 赐给我们勇气 来更多的信靠 我们这样 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称 带来 那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称